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访问到的是一位我的恩人 说这一位是恩人呢 一点都不为过 而且其实呢 我跟他上一次见面的时间 应该是二十多年前 那个时候呢 本节目才刚开始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就资助本节目 一支Jingle串场音乐 但因为那支实在太好听了 以至于到现在 他也变成是本节目 最常使用的Jingle串场音乐之一 今天终于把他再次的 请回到节目当中来 好久不见哦 B.Jack 嘿好久不见 D.A. Doge Hello 你去哪里了 躲起来一段时间 你为什么要躲起来 那个时候不是 就是音乐也发得好好的 然后就突然就像消失了 你就消失在江湖 而且其实早期什么脸书 那些社群媒体 都还没有很盛行的时候 我们两个见乎处于 断线的状态 对对对对 你去哪 你可以跟大家讲吗 对啊 其实有一段时间 其实我妈妈 有生病 然后我就 呃所有事情就停停下来 对就想说 他还是想活看看吧 所以我就想办法说 照顾他还是可以怎么样改变 他的生活 让他舒服一点 是是是 比如说近几年就在照顾妈妈 对不对 对对对 可是我刚私底下 请教你一下 你说妈妈身边是近六七年的事情而已吗 对不对 对对对 可是那更早之前呢 就是我们失灵的那段期间 你有脱离音乐圈吗 还是说其实你去做别的事情怎么样 其实我也有一直在做很多后制的 然后也在找一些方向 其实你也知道音乐的整个市场变得很快 对对对 所以说唱片公司之前在磨眼唱片 然后离开了 然后也在看别的唱片公司啊 然后你越看唱片公司越觉得 现在唱片又不是这样 明年现在不是这样走 一年一年不一样 对不对 现在没唱片行 对对对 现在实体上面很少很少 对大部分都是规模比较小的 对 自己有热情在开的那种 所以从没有Spotify到现在有Spotify 对对对 整个市场跟做法 就是一直觉得 我要去更了解 他的确要走的方向 我再来好好的来做看看 是是 其实你也是一直在摸风向就对 对对对 后来就觉得摸不出来啊 你就做嘛 是不是 谁摸得出来啊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 你成功一定有一个什么套路啊 但你相信我 其实在这市面上 很多成功的人 他们当初都不知道为什么成功 其实是这个样子 对对就做嘛 对 因为消费者或是月听大众的口味 也一直在变 你真的永远抓也抓不住 你就不如做自己吧 对不对 其实我也 我觉得也是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空间 可以找出自己 所以说其实我的印象当中 20多年前的Beat Jack 其实是一个很喜欢Funk音乐 那个时候比较跳的一个人 那更早之前可能大家对Beat Jack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你翻唱的《我只在乎你》 对 可能很多人现在印象都很深刻 摇滚版的《我只在乎你》 对对对 但哪一种音乐面向才是你真的很喜欢 就是深深的着迷的音乐面 是Funk吗 还是摇滚 还是像我最近听到的《芒果冰》那样子 芒果冰 比较lo-fi feel这样子 哪一种才是你喜欢的 其实说到那个《我只在乎你》 那那首摇滚曲 其实那首是原来是要一个女生唱的 所以我本来编好也是女生的key 然后突然到这个整个案子到最后面是 变成我要把它唱好 对 所以你临时被架上去唱了就对 也是想说因为这首歌那时候 那个整个案子这首歌一定要做 所以我就去补那个洞 是是是 最大的洞 但是也最重要的一个洞 你不要这样 补到封面的洞 所以出个人作品的这件事情 是你本来的人生规划吗 在那个时候 没有 那时候而且 那时候摇滚也不是我想要主打的一个风格 所以而且我没有想说那首歌会有那么多人喜欢 是是是 那很多人就把我定成是摇滚的 然后一不小心就在足球场 然后五万人看我表演摇滚的 对 然后一直解释我不是摇滚的 不是你的形象也很合啊 他之所以叫Bjack是因为他全身上下都是黑 他不管白天黑夜他都戴一个墨镜这样子 就在你身上除了你的肤色之外 你是看不到其他颜色的元素就是黑嘛 所以说这个形象也很符合摇滚歌手 大家就觉得说你这好摇滚哦你好硬哦这样子对不对 但事实上其实你血液流的不是摇滚的血液 但我还是蛮爱摇滚的我也我也很想要制作摇滚的东西 哦了解了解所以说芒果冰是怎么回事 芒果冰芒果冰是lo-fi 对你为什么 chill hop 怎么会改这么多啊你的音乐面向这样 嗯我那段时我妈妈生病那段时间我 比较少时间去接大的案子或是做很大的project 因为我会觉得你会分心吗 所以我就常接一些爵士的表演 然后对然后常去多接触爵士 然后其实我之前在美国之前也有跟爵士团表演过 所以你是爵士人吗 我也很喜欢爵士 所以那我也不想 你的爵士面向很弱 光看你的长相的外形 你是很不爵士的一个人 但你去你去做了爵士哦 对我去做爵士 你是说那种big band的那种爵士哦 对对对我是主唱 主唱 对对对 好不像你哦 就你能想象 想象当时唱我只在乎你的那个众摇滚的男生 现在去唱那些big band的爵士这样 对对对 然后我我后来也是常跟一些乐手去表演经典的爵士 然后到现在也是还有一些团 是是是 安排一些 我最近也会安排一些爵士表演 对 所以现在你就还是有个爵士的乐团在就对对不对 对 然后因为那音乐就是因为 我也很爱我制作人嘛 说什么音乐都都喜欢做 是是是 但我我热爱爵士我一直热爱爵士 我从小就是就热爱爵士 别人去看 Depeche Mode 我去看Ella Fitzgerald 对 你好不能跟人家聊天有没有 对啊对啊 完全话题不搭嘎这样对不对 对 其实其实 我朋友觉得很奇怪 我就是 他们去看那种年轻人喜欢看的摇滚 我去看一个 一个用轮椅走轮椅出来的人唱歌 你不要这样 但事实上其实因为听音乐的风格不一样 所以小时候其实你能够跟人家聊音乐的人比较少 对不对 对对对 没什么可以聊音乐的朋友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变成是你自己的 真的是很私密的喜好 对不对 就是人家来听一些很流行的东西的时候 然后你就只能默默的在那边关注爵士的一些动态这样 但后来我我也喜欢hip hop 那因为lo-fi就是像有嘻哈也有爵士 对对对 它可以融合 对 所以芒果冰就是lo-fi chill hop hip hop 但是你有这种感觉 但是说实在话 听到这首歌 我一想这是你做的 就完全印象连接不清 好等一下 我跟BJ现在在聊的歌曲呢 是他最近新上线的一首单曲 那大家呢 可以到各大的数位串流平台去搜寻这首歌曲 请搜寻BJACKBJACK的哪一首歌 芒果冰 这里是I Like Radio中广流行网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Midnight You and Me 我是豆子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为大家访问到是好久不见 连我跟他都二十多年没见面的BJACK你好 嘿 你终于回来了 好的 所以说回到歌坛也是因为这个母亲的病况稍微稳定了一些些 嗯嗯嗯 听说他现在那个除了做音乐之外 他现在还变成是一个美食达人 都是因为妈妈生病的这个遭遇 对不对 对因为当初就想说 因为他想活嘛 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想办法照顾他 然后很大一部分就是食物饮食 我想说因为 呃 是医生建议吗还是说就是你自己突然想到的 嗯没有啊 没有啊 就自己突然想到 对突然想到了 从日常生活开始改变起就对了 对就想说最简单的嘛 吃的 然后你的生活上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啊 全部改一改 嗯嗯 但也是要也是还好有有有这个机会去多学一些饮食 我看很多书 然后就开始学做菜啊 哦哦哦哦 那所以我也懂就是有小孩的人 因为你不能只是做营养的 你要做好吃 不然他们不会想吃 或是对于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就是 就那种很健康啊 很养生的东西都很难吃 事实上是如此 好像是这样啊 对啊大部分 因为你好吃就是靠 靠油啊靠盐啊 靠这些调味料 然后那个食物才能够好吃嘛 那你如果真的硬要很健康的话 那就是没什么味道啊 然后很清淡啊 然后这个是人生嘛 懂的意思嘛 对对对 但我也觉得从 我可能是用一种做音乐 编曲的一种方式来面对看怎么做菜 有什么有什么材料啊 有什么东西 那别人就是比方说 可以把简单的东西做好吃 我就想说 这跟音乐很像嘛 对不对 我可以用少一点的乐器 或是简单的东西 就看有什么方式把它做更好 所以我因为想要妈妈更健康 我就想说不行 我一定要做更好 然后做好吃 然后做营养 嗯哼哼哼哼 我就这样整个就跳下去 然后自己也是要吃那些东西 然后发现我也变健康 妈妈也变健康 然后他的病也好了 哦 他现在也健康了 就是康复的状态 对对对对 B-Jack好可怕 他刚刚讲他自己也吃这些东西 那我就觉得说吃这些东西 应该很清淡 他就是应该 因为他之前是个肌肉猛男 你知道吗 然后 我以为就是说 他经历了这一些 这一些这个很忙碌的生活 或是很清淡的饮食 他应该没什么 错 他现在是肌肉猛男乘以二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么比以前更猛啊你啊 没有 因为现在 现在我觉得就是因为 当你照顾病人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就是 自己的健康很重要 是是是 你要把自己照顾好 也才能去照顾身边的人 不是啊 问题是 就是到了这个岁数 到这个年纪 通常譬如说像我们要维持 我不要人余线了好不好 我就维持 不要有小腹这件事情 都已经很难了这样 你是人余线到现在都还在呀 嗯 对啊 应该应该下了不少功夫吧先生 啊就把它当作 我运 运动啊 跟 跟那个吃的有关系啊 我觉得吃的 所以是比较重要 因为 比方说你 营养没有调好 你饮食没有调好 你多运动 你也不会有肌肉 哦 就是这样啊 对 是是是是 你如果去调刚刚好 你不用多做或是多吃 你刚刚好你就会 有进步了 了解了 所以说这个岁数 还有人余线这件事情 应该很骄傲吧 嗯 还好吧 哈哈哈 我好难得看他害羞哦 哦 真是啊 挺让人家羡慕的这样子 所以说刚开始 一切都是看网路上嘛 还是说自己就是 一直 一直摸索 一直摸索 看网路上啊 然后 看书啊 然后 还是要 还是要摸索 对啊 所以花很多时间在厨房 哎那你现在 你现在此时此刻 就2023年的这个时候 你人生应该算 蛮有成就感的吧 对不对 第一个把妈妈照顾 这么好了这样 然后第二个就是自己 又开始重回音乐圈 而且做的音乐类型很多 我想要抓住你的那个 音乐面相我还抓不住你 就你脑海当中想要变化的东西太多了这样 对不对 蛮有成就的吧 对 但是我 嗯 很有成就 但是我我我现在很开心 因为以前唱 你要你要出一些歌 嗯 呃出唱片 嗯 你一定要唱片公司 你要整个系统 你要整个 但现在 我最近也是想说 我要用最简单的方式 嗯 来做这些音乐 因为我要把这个音乐的重点 放在 就是音乐上面 哦 哦 所以我很故意 我我现在做的音乐 我下面的 专辑 跟每一首歌 哦 我都是用手机跟iPad 录音 我影片 也是都用手机 手机拍 手机剪接 哦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音乐录影带是直的 我的MV 对 所以说是用手机拍的 手机拍 手机剪接 好妙哦 对 你还可以不打横 你就是用直的拍就对了 我故意要用直的拍 因为大部分的人 现在都用直的方式看东西 对对对对 这倒是 所以说 就算你不喜欢 你还是这样看 哎 哈哈哈 对 之前觉得很不合理 但现在大家也都习惯了 对啊 你习惯了 所以芒果冰 之所以第一个会变成是lo-fi 第二个会有芒果冰的创作的来源是什么 这我好好奇哦 这感觉起来他词很简单 然后就是很日常很生活的一些东西 那怎么会变成延伸出一首歌 然后用lo-fi的精神去带出来 对 其实这首歌 一方面听起来很山巴 嗯嗯 但 我就直接说就很ㄎㄧ的一首歌 哈哈哈 没有他就因为 他就是 但是这是我 我想 keep it real 哦 那种方式 因为我在唱我的生活 所以这芒果冰有故事 就是 covid刚开始那时候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当初 我我我妈身体也好一点 然后 逐渐康复的时候 对 然后就covid开始 然后就变成 大家都很担心 不能乱跑嘛 对 然后我这几个朋友也就常来我家 然后 来我家 不是看影片 就是叫Uber Eats 然后就混在我家混着 然后也是 我也很感谢他们 因为 其实他们在陪我 在陪 然后我在陪我妈 然后他们来陪我 就是他们陪你度过那一段低潮就对了 对啊 然后每天来就是 每天一定叫Uber Eats 然后每天就是 就就混在那里 混在家里面 就突然刚好是芒果 那时候芒果季 然后突然就是 大家想吃芒果冰 然后变成 第二天也 也叫芒果冰 然后 就一不注意就好像 连续五天了 我们每天都吃芒果冰 It's like we can't do that anymore 哈哈哈哈 就要强制自己 不要再叫了 这不不应该这样 这不不是很好 然后就就好像快 好像有快一个月 几乎天天这样 所以那个整个脑海里就是芒果冰 所以歌词就一直不断重复 满脑子都是芒果冰 但是那对 但是那一段时间就是 也很疗愈 因为 就是朋友陪你 度过 是是是 这一段 Covid 然后只有这些 东西 外送叫来的东西 让你开心一点 那个真的是短暂的疗愈 对不对 对啊 就你见到那个芒果冰 然后就想到那一段时间 因为芒果冰得到了一些 稍微的放松跟疏压 对不对 对啊 人就是这样在你最糟糕的时候 有一点点东西可以让你开心一下 不是一个很好的事吗 我懂我懂 但你急速比较高了 这就是芒果冰 我就是一罐咖啡广场就好了 很low 真实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曲要把它变成什么抖音上的短片 那个太适合了 对啊 你完全抓住音乐的脉动 B.Jek 吃芒果冰 听芒果冰 对 好的 不过大家刚才听到这个芒果冰 比较属于lo-fi的风格这样的 其实你知道吗 在过去 除了可能你对这个 我只在乎你 比较熟悉B.Jek之外 其实B.Jek他做的音乐 还很多很多不一样类型 我们看看在过去这段时间 他到底做了多少不一样种类的音乐呢 听听 亲爱的 对你啊 她是什么样的 她都说得了 是什么样的 她在闪耐的监勇 有声都像热灯一样的 咱们像热灯一样的 拂鳝 调味 当她在游球舞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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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嗯就是很很规矩的表演 所以你这个人是这个样子 你外表酷酷因为整身黑嘛 但内心其实第一个传统的地方也蛮传统的 第二个温暖的地方也还蛮温暖的 就是你是外表跟你内心的那个热情或是温暖 是有落差的人 对不对 可能吧 有啦有啦 他还是会笑啦OK 哈哈哈哈哈哈 他先看到我一直在笑真的很开心 现在要戴口罩也都不会看到笑 哈哈哈哈 但是现在他愿意把口罩拿下来跟我聊天 我才看得到他你知道 还会对我笑这样 啊OK好的 但还好现在不只我像像抢银行的OK 不不不要讲我没干错 好 那这个阶段 我跟B.Jack先聊到这边 我们准备进入第三段访问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 访问到的是一个本节目的大恩人 就是本节目常在 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然后就听到他帮我们做的jingle B.Jack谢谢你 哦还在用 哈哈哈 所以你觉得 所以你觉得可能就是我早就已经放弃他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一直在用 我一直在用 对对对对对 这个听众朋友都可以作证这样的 那有很多听众朋友 其实也听到那一支jingle 那也因为你太久没有在歌坛当中 那所以就会问嘛 就是说 请问那是谁做的jingle 我一直办课其实很难跟他们解释 啊我懂我懂 对对对对对对 我完全忘记我做的那个 啊没关系没关系 但是还是非常好听 其实耐听 那是20多年前的东西哦OK 哈哈哈 好所以说现在有一首单曲释出了嘛 对不对 嗯 那接下来会慢慢的开始回归歌坛吗 还是说其实你就还是照你自己的步调 就是照顾妈妈爵士乐团 然后音乐就 就看看缘分这样子 我觉得我妈妈 现在身体好了 嗯 就是一个 呃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 你可以重回歌坛的气质 对对 那对对对 然后呃其实我有很多 那现在也有Spotify 所以我可以自己 上去呃我可以自己发行 嗯然后呃 我想做一些就是爵士的啊 lo-fi的啊 hip-hop R&B的 我都会有 因为以前 以前唱片公司也是 叫你说你一定要有 比较清楚一种 的形象这样子 对一种一种风格 比如你就是爵士 或者你就是放可人这样子 因为以前唱片 你去买唱片的时候啊 你要把你放在那个位置嘛 对对对 放在架子上面 对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 曲风很强这样 但现在我觉得就是单曲的时代啦 不一样啦 所以什么都可以了 所以你不太做融合的东西是不是 就是你要做爵士 就是很单纯的爵士 你要做这个lo-fi 就很单纯的lo-fi 没有 所以 还是你会混搭 lo-fi的 lo-fi有趣就是 它就是混的嘛 它就是 它就是爵士跟 嘻哈 或是R&B这些混的 或是清电子混的 对对对 这个才是lo-fi 所以我热爱lo-fi 就是像以前上一张专辑 我有那个 入围金曲讲 入围金曲讲 那个沙发音乐的 也是一样啊 所以慢慢的会用单曲的形式 然后再跟大家见面就对了 对不对 对对 所以我会有 传统爵士 下一首 maybe 那下一首是 爽舒服 我只在乎你的2023年的版本 那是下下一首 今天你提到这首 我一定要准备下一新的版本 你还真的有排schedule就对了 所以这么想要重新做那一首 因为其实这个有一个历史原缘 因为当时那个 我只在乎你 也不是你的key嘛 对不对 你是冰冰出来那个东西 我是制作 还有编曲 然后 就是这原来是编给 女生唱 一个女生唱 所以也是女生的key 这不是我的key 但是到最后是 我必须把它完成 但我懂你 为什么现在一直 一直想要把那首歌 重新做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版本 那个我完全知道这样子 看到你回来真开心啊 大家觉得我们私底下长连六 对不对 错 好不好 从今的断线好久 而且其实 我们两个人 重新连上线 是最近这三四年的事情而已 对不对 对对对 是我主动加你吗 还是你主动加 我忘记了 我找到你 对 是你找到我的 对 然后我们就 天哪 BJ给我回来 然后才好不容易夹到脸书 谢谢你 还记得我 好啦 逐渐看到你回歌坛 对你未来的音乐 然后我们就有更多的期待 然后希望这个 不要隔太久好不好 每隔一段时间 固定回来我们节目当中 介绍你的新音乐 给大家听好不好 好 再次的谢谢BJ 谢谢 OK 谢谢